繁华接近大结局 原来宝总最爱他 大家好 我是阿 这劲还好吗 刚刚看完繁华最新更新的两季 第25集第26集 距离大结局也只有4集了 平台还非常贴心的 把最后一集的预告给省去了 所以最后大结局是如何 还是非常的扑朔迷离的 眼看着好像宝总是越走路越窄了 那到最后有没有绝地翻盘的机会 还是说繁华落尽 一切终成功 那就要再等两天 但是今天这两集信息量是非常巨大 之前有一个悬念 大家都一直非常想知道的悬念 就是宝总在林子 在汪小姐 在李李之间到底是最爱哪一个 之前我的答案是 他还是最喜欢他的白月光 白月光把他的心伤了之后 他对每个女性其实都挺好 而且挺愿意付出 但是他并没有很爱她们 但是在今天第26集看完之后 至少从我的角度 我觉得宝总一直都是最偏爱汪小姐的 而汪小姐始终都是被偏爱的 总是有恃无恐 他到最后也没有接受宝总的帮助 但是宝总却是为了他不惜背叛亚索的信任 那亚索在最后极致失望之后 离开了宝总 这可能也是宝总后面命运急转之下的开始 今天这两集第26集 基本上讲的就是汪小姐单枪匹马杀到深圳去 最后来解决他这个单子的问题 其实如果他愿意接受宝总的帮助 这个事情早就解决了 但是他不愿意 他很倔强 宝总又非想帮 但是明明亚索是不让他帮 所以他跟亚索之间就互相瞒着 就产生了这个矛盾 最后其实宝总也没帮成 汪小姐还是以高50%的价格签了一条生产线下来 所以这真的是为了一口气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其实今天这一集我觉得不是在商战了 两个人都是在赌气 两个人其实都是在为了排骨年糕在纠结 阿宝是觉得在阿宝的心里 排骨年糕还是非常重要的 王小姐心里头他还是在赌那口气 他觉得他能离得开排骨年糕 所以我们之前都认为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两个人其实都没放下 包括之前林子也是去宝总化 什么跟宝总有关的东西都拿走 都不想提 然后重新开始从头来过 但其实越是这样 越显得他心里根本放不下 那今天的宝总跟汪小姐其实也都是如此 感情这个东西很奇怪 王家卫就是善于抓住感情这个东西里面 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 展现出爱情的本质 其实这几位都是深陷菊主 这几位其实都没有走出自己感情的窮楼 那后面我看好像林子又拿出了自己 的这个积蓄来帮宝总 永远都是这样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被宠爱的都有恃无口 林子一直想为宝总付出 宝总其实很亏欠林子 但是他没给林子任何的承诺 汪小姐之前也想要宝总的承诺 宝总也没给 但是他又放不下 他又想帮 所以很纠结的感情 对吧 没错 感情就是这么纠结 王家卫就擅长拍这种纠结的感情 那今天其实我觉得更精彩的是第25集 先是这个林泰的出场 太有气势了 林熙雷台湾大美女林熙雷 今年48岁了 这一出场气场全开 他现在非常有杨子琼的那种江湖大姐的那种气概 他一出场 整个的这个戏 全被戏到他身上去了 在那边金老板一跳楼 整个这个故事悬念感一下子都起来了 然后讲一小时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整个的第25集 绝对可以看作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 那这第25集里面 我觉得今天最惊艳的是范天天 范天天这个角色以后我们可以单独拿出来说 但是今天范天天的表演 我觉得确实是超出他平时的水准 之前他塑造这个角色塑造的已经很不错了 个性鲜明 超级加莱昂跟炮仗一样 这个角色本来就很适合他 那今天在他看到老公跳楼 其实不是跳楼是失足 看到这一幕之后他的种种反应 我觉得都是配得上获奖级别的表现 这个王家卫几乎在每一天的两集里面 都会给我们不同的惊喜 昨天是陶陶 今天是范天天 他今天的一系列的情感变化 包括这个内敛的 包括爆发的 我觉得都恰到好处 不论是眼泪 不论是这个声音 不论是动作控制的都非常好 再一次还要这个给王家卫竖起大拇指 好导演就是能让每一个演员 都呈现出他最精彩的一面 那今天范总又出来了 范总也是 之前董勇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前一阵他是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 你看看之前是什么形象 但是到这个剧里 活脱脱的一个江浙服装厂的老板 就活灵活现的竖在你的面前 这就是王家卫厉害的地方 今天这个第25集 我觉得虽然他只有一集 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电影来看 都非常的有冲击力 因为他有悬念 有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推进的节奏也非常之好 所以整个的第25集 我觉得不论是讲故事的节奏 还有演员的表演 还是这个 还是其他在技术方面的表现 这个摄影就不用说了 有一段用水中道影来讲故事的画面 当时我都觉得实在是太绝了 所以每一天都有特别精彩的段落 都有特别精彩的表现 每一位演员都让我们觉得 他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包括今天唐嫣的表现也非常之好 他有很多的心理描摹 有很多的心理戏 今天唐嫣都非常出色的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繁花群星榜还是要做的 每一个演员在这里面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对这个角色的表现 然后整个在这个剧里面的呈现 我觉得都值得拿出来大树特树 那今天最让我一难评的 是亚索离开了保总 其实保总和陶陶本身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两个都是本性挺纯良 也很有拼近的年轻人 但为什么保总和陶陶的命运截然不同 就是因为保总遇到了亚索 亚索在背后一师一副的 一直一路提携帮助教导他 才有了他的今天 但是这一次保总为了排骨年糕 为了苏州河而放弃了花布江 放弃了亚索一直以来的教会 所以在我看来 亚索的离开是保总命运极转之下的真正开始 但是仅仅只剩四集了 会不会有反转 会不会绝地反击 因为很明显这部剧并没有完全按着原著来拍 编剧在里面做了很多的改动 而且王家卫也不是那种按部就班的导演 就像今天金老板的跳楼 他跟所有人想象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大结局可能还会有我们想象不到的精彩 只剩四集了 且看且珍惜 当然我已经开始二刷了 二刷我已经看到第四集了 好 谢谢大家